来看到台中市的急救案件 数量庞大 平均每天大约要出勤445次 但您知道吗 确实遭到有特定人士来滥用 市议员林奇峰指出了 有民众今年1到10月 狂叫了206次的救护车 消防局是开出了有77张的缴费单 但却都因为他有急诊的就医记录 所以这一毛钱都罚不到 要求要检讨收费标准 遇到需要紧急送医情况 民众都会打一一走来呼叫救护车 但今天在议事堂上 市议员林奇峰就拿出数据 直指台中一名民众 今年狂叫救护车206次 根本把救护车当成了计程车 1.5天一天拨就要叫一次救护车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些老人家其实他自己都有慢性病 那加上他有一些健忘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吃过药 然后每次都是以身体不舒服 头晕 来叫请救护车送医 这几个VIP的个案 本席认为已经不是消防局单独的业务了 这个卫生局社会局应该要介入了 如果他有失智 甚至于是没有亲人来照护的情况 才会衍生这么离谱的状况 那是否应该要统一一个平台来处理这个事情 不能让我们的这些分队的这些中原弟兄这么辛苦 台中市急救案件数量庞大 平均每天要出勤445次 但特定人士把119当小黄 狂抠超过200次离谱行径令人傻眼 不当使用行为 遭消防局开出77张的收费告知单 却因为有到急诊就医一毛钱都罚不到 市议员就质疑着标准该检讨 这个标准会不会需要检讨 你只要到急诊去就医挂完号完成 就可以免这个收费的程序 那现在随便只要牙齿痛 只要随便老人稍微记忆不好 只要他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很多老人到急诊去挂号 跑医院是很常去的 超过平均值太高的 这个就是很异常的现象 那针对这样异常的现象 其实就要一套的处理办法 跟解决之道 所以我想这个会请消防局 针对这些部分都好好的过滤 为了改善紧急救护量能 消防局11月起新增9台救护车 投入分对勤务 但有议员就质疑了 这设备增加人力却没到位 这样的改善真的有效吗 提出说我们有新增救护车 的这个状况之下 你要顺便把你的这个 未来人力配置要提出来 是我们在人力争编的部分 我们目前正在填写这个计划案 希望能够获得市政府的支持 人力吃紧又碰上滥用情况 基层负担压力山大 议员就要求市府不该放任 对于有身心状况的民众 因跨局处协调辅导 避免占用全民共享资源